第116章 情报 奇怪的是 许其安愕然反问 见孙玄机嘴唇一动 他忙推一下纸笔 孙师兄 不劳您惊口欲言 孙玄机想了想 试探道 如 果 我 五分钟过去了 许其安打了个哈欠 指一指纸笔 孙玄机叹息一声 再次认命 提笔写道 我收集了20道散碎龙器 李苗珍 楚元枕和恒远 共收集六道龙器 你收集了多少 14道 许其安当集道 他这几天就像得了零花钱的孩子 每天都数 一个铜板都不放过 正好30道 孙玄机点头 分笔集书 那么 没有地书碎片的佛门 乌神教 以及乾隆城 不可能比我们收集的更多 对吧 这是自然 许其安点头给予 肯定答复 可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渐渐地找不到龙器宿主了 这几天我不眠不休 驾驭炮台在各地不停搜寻 可却很难再找到龙器宿主 孙玄机写完 默默地看着许其安 似乎是希望他能给出看法 龙器宿主快收集完了 许其安给出脑海里闪过的 第一个念头 孙玄机摇头 附身继续书写 久违集数 九道至关重要的龙器 九十九道散碎龙器 这样啊 许其安顿时明白了 他们这边收集了30道散碎龙器 佛门 乌神教和乾隆城不可能比他们更多 因为这是冥冥中的气运决定的 三方势力不可能比他这个身负气运者收集的更多 那么剩下的龙器去哪里了 许其安心里一动 目光随之锐利 有我们不知道的势力在暗中收集龙器 看来你也这么认为 孙玄机汉手 许其安宁为不语 脑海里闪过九州大陆的势力 西域的佛门 中原的大奉朝廷 东北的乌神教 以及乾隆城的那一脉皇族 这些是已经下场的势力 没有下场的势力 有北京的妖蛮 南疆的古族 万妖国余孽 其中北京的妖蛮率先排除 他们经历了上半年的战乱 百废待兴 首要任务肯定是重建家园 休养生息 就算让他们得到龙器 也没兵力入主中原 古族倒是有可能的 当年天古老人窃取气韵 为的就是用气韵来修补如圣封印 龙器也是气韵的一种 万妖国的终极目标 肯定是复国 夺回家园 但佛门是迈不过的侃 我要是九尾狐 我就合纵连横拉盟友 先把佛门干掉 这个结果言 抢龙器没有意义 反而会助长乾隆城叛军 而叛军是佛门的盟友 许七安心里一通分析 说道 古族 孙玄机点点头 低头输血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我觉得 不应该把目光瞄准整个势力 也要注意那些 有能力掌控龙器 寻找龙器的小势力或个人 许七安道 监政有什么看法 孙玄机摇头 沉默了一下 他继续写道 现在说一说敌人的情报 根据可靠消息 宇州可能出现了一位 九道龙器之一的宿主 但在不久前 被一群神秘人劫走 根据旁观者描述 我判断是苍龙七秀 嗯 他们是在闹事中行动的 非常猖狂 九道龙器之一 许七安猛地往座椅靠背一躺 捏了捏眉心 虽然他和穆南芝说 底线是两条龙器 但事到临头 还是没来由的一阵烦躁 还有吗 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许七安问道 东海龙宫的两个姐妹 在帮巫神教收集龙器 按理说 京香玉三周 会有九龙之一的宿主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孙玄姬在纸上写着 这句话还没写完 许七安迫切追问道 你为什么不宰了他们 孙玄姬摇头 不敢 嗯 许七安用简短的笔音 发出疑问 双胞胎之一 体内寄宿着纳兰天鹿的原神 巫师和道门一样 原神为根基 即使没有肉身 站力也不会削弱太多 我和他们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遭遇过 双胞胎没发现我 但纳兰天鹿锁定了我 幸好我跑得快 传送阵真好用 许七安抬头 看见孙师兄脸上露出了后怕和庆幸 纳兰天鹿是被卫公杀死的 我是卫公的传人 许七安又捏了捏眉心 我知道了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抢笑道 孙师兄 咱们说一些有趣的事吧 孙玄姬想了想 提笔站没 写道 杨师弟离京了 监政老师有任务交代给他 这算什么有趣的事 许七安心说 我还以为他又双弱被监政镇压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 杨师弟试图趁老师神游时 在祭天大典上宣布捐出 斯天剑所有钱财 笔触轻轻游走纸面 许七安看着这行字 心里一连串的好家伙 一旦给他成功 文武百官和皇帝亲眼见证 就算是监政 也很难厚着脸皮反悔 换成其他白衣术士这么干 满朝文武不会信 还会通知斯天剑 把这个神经病弟子带回去 但杨谦幻是监政的三弟子 堂堂四品高手 他是能一定程度上代表斯天剑的 许七安老神在在 因为他知道 以老银币的手段 逼亡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为了掩人耳目不被察觉 杨师兄以美食诱惑采薇师妹 帮他监视监政老师 但监政老师早有所料 把天机盘交给了宋师弟 一旦杨师弟离开观星楼 便立刻镇压 在这件事情上 宋师弟绝对比任何人都积极 武师妹也在其中立了大功 他向来是很乖的 老师的话他都会听 许七安都听得愣住了 心说这是什么四天剑版的无剑道 监政有经验了呀 知道用徒弟制衡徒弟 监政给杨师兄的任务是什么 不知 我只知道杨师兄是带着采薇师妹一起走的 他也被发配出去了 除采薇这蠢货 脑子不行 就别掺和这种掉脑袋的事吗 我的情报给完了 孙玄机道 许七安想了想 把魂天神静的事 以及自己与九尾天狐的交易说了一遍 孙师兄 你怎么看 孙玄机沉吟许久 写道 他应该掌控了部分神书的残区 他的意思是 风魔钉只有佛门密法能解 九尾天狐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说明他掌控了神书的部分残区 我也觉得是这样 许七安点头 我没事了 孙玄机汗手 脚下轻光生腾 裹着他离开 见状 矜持地坐在床边 拿捏着王妃一态的木楠枝 吐出一口气 不悦地瞪了眼男人 总是三更半夜地来 烦不烦 男女有别的道理 你不懂吗 他记得上次许七安在被窝里压着他 孙玄机也来了 孙师兄来之前都会通知的 上次是我们不了解他 没做好准备 再说 身在江湖 就别那么多规矩了 客房只是临时歇脚的地方 许七安随口安慰一句 取决着孙玄机带来的情报 他心里沉甸甸的 犬戎山 方圆百里犬戎山是武林盟召祭之山 以庭院森森的盟主府为核心 风鸾对质 如龙虎相争 山丹水绿 云雾生腾 美不胜收 独碧老舟是武林盟的百夫长 按理说 哪怕是在高手如云的武林盟 百夫长也可以说是中流砥柱了 可惜独碧老舟是个没有视权的 据说 武林盟一直沿用老盟主留下来的军队编制 六百年来从未改变 他百夫长的官职是用右臂换来的 老舟原本是一名侍卫 大概一个月前 随队伍护送曹青阳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娘家省亲 遭了仇人截杀 老舟的右臂就是当时没的 为曹青阳的儿女挡了一刀 打难以后 老舟就从一个小小侍卫 提拔为百夫长 受百夫长待遇 只不过没有实权 作为一个练精进的武者 缺了右臂之后 战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断臂老舟拎着一壶酒 迎着寒风 敲开了某间院子的门 院门打开 一个穿着厚棉衣的中年汉子 笑容满面 老哥你可算来了 狗肉正香着呢 快 里边请 中年汉子高高瘦瘦 双臂格外的长 他叫王游 是站岗的弓箭手 两人入屋 坐在桌边享用烈酒和狗肉 喝着滚烫的汤汁 在寒冷的冬季浑身舒畅 老哥你可真厉害 一条手臂换来百夫长的待遇 一辈子衣食无忧啊 不像我 那点钱全花在女人肚皮上了 王游满脸感慨 喋喋不休地抱怨 老周喝着酒 哈哈大笑 人这辈子活着 不就是为了睡在女人 柔软的肚皮上吗 两人边喝边吃 什么豆聊 酒过三巡 王游一副闲聊的语气道 老哥 你上次说 曹蒙主的那双女儿 挨了敌人一掌都没死 真的假的 老周打了个酒阁 大声说 骗你坐肾 我当时离他们最近 为保护两娃子 才被砍的手 可我亲眼看到那两小娃娃 被拍了一掌 当时是没气了 要不然仇人能走 可你猜怎么着 半课中不到 他们又醒了 王游笑道 肯定是你看错了 老周不满地拍桌子 怒道 你不信还问我两遍 王游立刻拱手道歉 很快 狗肉火锅吃完 老周心满意足地离开 王游眼里的醉意荡然无存 他走到床边 从床底拉开一个箱子 取出里面的笔墨纸燕 铺在桌上书写 武林盟曹青阳子女 疑似龙气宿主